每一年,强大的洪湖王国的国王弗朗西斯 都会为周围十个王国的所有国王和贵族举行皇家宴会 今年,他希望他的儿子能与参加宴会的一位公主订婚 但是,王子爱上了皇家厨师的女儿 他想让全世界都看到她是多么的聪明智慧 玛瑞,我再问你一次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是王子,殿下,你必须娶一位公主 不,我不要,我无法想象娶一个在没有十个仆人的帮助下 连自己的鞋子都不会穿的女人 一个王国不需要这样的人 她需要一个聪明并且智慧的女王 公主们已经来了,我希望你娶她们中的一个 我有一个办法 玛瑞,你知道把香肠栓做成汤是什么意思吗? 用香肠栓熬汤是一句淡漫厌语,意思有好有坏 把香肠栓做成汤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说某人用香肠栓做汤时 这意味着他们是不讲理的 不是,反应过度就是要求太多 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成功地把香肠栓做成了汤 这也意味着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些非常困难或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完全正确 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准备皇家宴会时 国王宣布了一个消息 我想宣布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我的儿子长大了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 一个英俊的王子 擅长管理政务、建树、还有法律 现在是他娶一位公主的时候了 有一天他会成为洪湖王国的王后 说得没错 洪湖王国的王子 请告诉我们你将如何决定你会娶谁呢 我认为王后代表着整个王国的未来 因此她必须独立、聪明、并且智慧 是的,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所以不介意的话 让希望参加的女士们来一场小小的比赛吧 我将会取那位能够带来用香肠栓熬汤配方的女士 香肠栓酸怎么能熬汤呢 那一定很难喝 而且会对身体不好的 我可怜的女儿怎么会熬汤呢 她可是一位公主 但是如果那是条件的话那就做吧 我们是公主 我们能做到任何事 说得对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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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位公主 有三位公主决定参加这个比赛 第一个公主做了一个巨大的香肠栓 为了能得到汤的配方 她带了一大群随从和助手 四处游行 一天晚上 她自己来到了森林里 她的卫兵为她搭建了一个营地 等一大清早 她就被哥哥的笑声吵醒了 她走到窗前 她看见许多精灵从花丛中出现 他们似乎在讨论什么 她拿着香肠栓 出去见他们 哇 你们是谁 你们在干什么 嗨 那是你的香肠栓啊 是的 它真大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我们可以借用几分钟啊 当然 精灵们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 把阳光包裹在香肠栓上 在所有的叶子和花上形成了雨点 后来 他们回来把香肠栓还给公主 非常感谢你公主 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我正在寻找用香肠栓熬汤的配方 我们刚刚做了公主 我们刚刚用香肠栓熬了汤 我们不知道还能这么做 看这里 你会喜欢的 第一位公主拿着香肠栓 回到王子身边 他们无法告诉我 如何用香肠栓熬汤 但是他们给了我这个 我对紫罗兰过敏 对不起 我想下一位公主该试一试了 于是第二位公主开始了 她向聪明的祖母求救 是用香肠栓熬汤吗 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利用智慧 运用想象力 再用诗人般的心灵表达出来 哦 必用智慧 必用想象力 再用诗人般的心灵表达 好吧 我是公主 我能做到 公主根本不明白祖母说的话 她把王国所有的学者 画家诗人都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庞大的随从队伍去见王子 陛下 我已经掌握了 用香肠栓熬汤的秘诀 真的吗 用香肠栓熬汤 所需要的就是利用智慧 运用想象力 再用诗人般的心灵表达 这里有我国所有最智慧的学者 最有想象力的画家 还有最会表达的诗人 呃 公主 比赛是为了你 而不是为了你王国的学者 画家和诗人 但是 陛下 我是公主 一位公主 从不会独自做事 我想是时候让第三名选手 上场了 陛下 于是第三个公主 第三个公主决定碰碰运气 她游历了王国的许多地方 有一天她来到一个村庄听到一些声音 好像两个孩子在打架 我要第一个人 我要第一个拿 我先看到的 没有我先看到的 我先拿 谁先看到的又有什么关系 进去给这只小狗拿碗牛奶来 来 别再用香肠双熬汤了 哦 用香肠双熬汤 对不起 女士 什么事 你能给我一份用香肠双熬汤的配方吗 配方 是的 我是公主 如果你把配方给我 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 拜托 根本就没有用香肠双熬的汤 但是你刚刚 用香肠双熬汤是一句胆满厌语 意思要么说一个人很愚蠢无理 要么是一个人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哦 所以没有能够用香肠双熬的汤 没有 陛下 哦 公主回到王宫 把一切都讲了出来 所以你看 陛下 没有 可以用香肠双熬的汤 这太恶劣了 你让我们的女儿毫无意义地瞎忙活 你竟敢这样对待我们的公主 我可怜的女儿 我可怜的女儿跑遍了整个王国 只为给你弄到这个配方 是的 还带着一百个仆人 只有一百个仆人 我可怜的孩子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吗 我们要为这次侮辱报仇 我们会的 发动战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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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发动战争 等一下 陛下 有一种汤可以用香肠双做成 真的吗 是的 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亲口尝过后才会相信 好的 陛下 拿过来 谢谢你 这道特别的汤有三种配料 首先 让我们把水烧开 然后 我们把香肠双放进去 当然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成分 然后是我们需要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特殊的配料 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配方不为人所知的原因 是什么 融化的三顶黄金王冠 什么 是的 如果没有它 这道特别的汤就做不出来 你们不想尝一下吗 陛下 现在国王和王后们都很担心 国王摘掉王冠是件非常尴尬的事 但是 是他们要求证明这种汤的存在 而且他们还想尝一尝 突然 一个国王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站起来 尽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说 好吧 如果尝了这道汤就等于 让我们的主人 洪湖王国的陛下蒙羞的话 我们高贵的皇家文化永远不允许 所以我们相信汤是存在的 我们也同意它是美味的 但我们不希望品尝它 所以你不需要真的熬出来 是的 我们不准备尝了 是的 我们不准备尝了 很好 我认为这是很公平的 这个女孩终于成功地把一个香肠栓熬汤的配方给了我们 应该被宣布作为比赛的获胜者 是的 我们同意 是的 我们同意 女士 你同意嫁给我的儿子洪湖王子吗 我愿意 陛下 就这样 马瑞用她的聪明才智把四个王国从一场致命的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她用香肠栓熬汤的方法拯救了那些王国 她和王子结婚了 他们用智慧和仁慈统治着他们的王国